今天這個影片是介紹Denon DJ DS-1如何的安裝 首先你看一下DS-1這個盒子 這邊是輸入的地方 我們先把左邊的唱盤接到輸入 上面有寫左、left和right 左邊的唱盤就接左邊 右邊的就接右邊 我們是各示範就是Ceplay和唱盤 這都可以使用 唱盤和Ceplay透過一個盒子去控制Solato DJ玩DVS 另外一邊就是輸出 輸出都是LINE的序號 所以你要接回音器LINE的輸入 不要接到Phono 不管是唱盤或Ceplay 輸出出來的地方都是接給LINE的輸入 那關於什麼是Phono和LINE呢 就是有插在一個唱盤擴大器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是接右邊的輸出給回音器的右邊 那你們如果看到很多直接DJ 他們不管是用唱盤或Ceplay 他們旁邊會擺一台電腦 通常都是用這種系統 就是Solato DVS 那有些回音器是有內建這個盒子的 那有些是沒有的 那很多DJ的話通常都會有這個盒子 因為就是有些場合出現的機器 它不一定有支援Solato DVS 好我們最後再將這個盒子呢 連接到電腦 那連接到電腦之後呢 它就會開啟Solato DJ和Solato DVS 我來掛 那這個是認硬體的 Solato DJ會認這個硬體 一接上它知道DS-1 然後它就會開啟 然後順便把DVS的開啟 好這是完整的接的一個線路圖 好還有剛剛講的Phono和Line 就是如果說你是接唱盤 這盒子上面有一個鎖接力線的 如果說是Phono的唱盤 它有些是有接力線 那另外一邊就是那個唱盤和CD的輸入 如果說你切到Phono它的輸入會開啟 那唱頭跨啟 如果是CD就不會開啟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